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财经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突然造访中国 与习近平总统就乌克兰危机和中欧关系 进行了深入讨论 欧尔班赞扬中国在促进俄乌和平方面的努力 并表示希望匈牙利能在中欧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次访问还涉及到中国电动车企业 在匈牙利的投资和生产基地问题 可谓一举多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 一名来自中国农村的职业高中学生江平 竟然在全球数学竞赛中 击败了来自哈佛、牛津等名校的数学精英 取得了第12名的好成绩 然而这个励志故事却因为一些质疑声音而陷入了争议 证明史上专业的学生如何在数学领域脱颖而出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正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表现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论坛上高调发声 批评西方的脱钩政策 并强调中国新能源产品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李克强还表示 中国将继续与美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深化合作 尽管面临贸易战的挑战 这次论坛还讨论了气候变化的金融威胁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的安全问题 以及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等话题 李克强报道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结束了备受争议的莫斯科之行后 突然造访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 欧尔班在其平台上解释道 中国在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合避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这也是他在习近平访问布达佩斯仅两个月后前来的原因 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新近平上周三在哈萨克斯坦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匈牙利刚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与大多数欧盟国家不同 匈牙利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着相对温暖的关系 习近平希望匈牙利在促进中欧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欧尔班的经济部强烈批评了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 实施的额外关税 认为这对匈牙利的利益构成威胁 匈牙利成为中国公司重要的生产基地 其中包括比亚迪在匈牙利建设的欧洲最大工厂 以及多家中国电池制造商的投资 欧尔班的访问被视为匈牙利在中欧贸易摩擦中 扮演关键角色 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高关税问题上 CNN报道 一位来自中国农村职业高中的时尚专业学生 蒋平在全球数学竞赛中击败了精英学生 然而这位少年逆袭的故事却陷入了争议 蒋平在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中名列第十二 超过了来自哈佛牛津和麻省理工等名校的学生 尽管他的成功最初赢得了全国赞誉 但随着第二轮结果的临近 关于他数学能力的质疑也在网上蔓延 拉佛商学能力的质疑也在网上蔓延 哈佛商学蒋平和其他三省联名要求 对蒋平和他的数学老师王润秋的答卷进行独立调查 指控他们可能存在作弊行为 尽管组委会尚未回应这些质疑 但蒋平在一次学校数学考试中 仅得83分的消息 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怀疑 蒋平的故事反映了 中国职业教育学生面临的社会天见 他们常被视为学业不佳的群体 如果蒋平真的在数学方面有天赋 他可能会成为中国教育系统中被埋没的天才 VKAsia再次报道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结束了莫斯科之行后 突然访问北京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欧尔班在DEX平台上表示 中国在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方面 扮演着关键角色 这也是他在习近平访问 不达配司警两个月后前来的原因 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尼切 习近平上周三在哈萨克斯坦 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匈牙利刚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与大多数欧盟国家不同 匈牙利与俄罗斯和中国 保持着相对温暖的关系 欧尔班的经济部强烈批评了欧洲 对中国电动汽车实施的额外关税 认为这对匈牙利的利益构成威胁 匈牙利成为中国公司重要的生产基地 其中包括 比亚迪在匈牙利建设的欧洲最大工厂 以及多家中国电池制造商的投资 欧尔班的访问被视为 匈牙利在中欧贸易摩擦中扮演关键角色 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高关税问题上 南华早报报道报道 中国领导人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 又称夏季达沃斯上重申了对新能源行业的支持 批评西方的脱钩政策 并暗示了即将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会的议程 中国总理李强在开幕致辞中提到 美国的小院高墙策略提高了全球经济成本 引发了争端 他强调 中国的新三样产品电动车 太阳能板 管理电池正在帮助全球缓解通胀 然而欧盟和美国即将对中国电动车 征伐性关税 加拿大也在考虑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和电池征收额外关税 尽管面临内外经济挑战 李强仍表示 中国将实现今年约5%的GDP增长目标 世界经济论坛结束当天 政治精英将于7月中旬在北京 云将于7月中旬在北京 举行为制定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 市场导向改革将是关键 南华早报的另一天报道中 当代安培科技有限公司 CATL董事长曾玉群 在夏季达沃斯上呼吁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停止价格战 他指出 激烈的价格竞争可能会损害 盈利能力和品牌声誉 同时 约旦数字经济和创业部长 拜哈迈德 拜哈南德在论坛上呼吁中国投资中东 尽管该地区因加沙战争而动荡不安 另一位中国学者李成在论坛上表示 美国应重新考虑其民主对抗威权的对华竞争框架 因为这种框架可能会将北京推向莫斯科和平让 此外 前中国人民银行顾问李道奎在北京新闻举办的论坛上表示 中国中央政府应发行更多国债以替换地方债务 并呼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以应对需求疲弱 李道奎指出 高企的地方债务已经抑制了经济增长 中央政府应承担部分地方债务负担 他建议地方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务应延长至20至50年 以减轻压力 李道奎还对价格下降和消费不足表示担忧 认为如果不进行改革 中国的增长将在未来几年下降 他希望即将召开的第三次全会能深化改革 释放消费需求保证未来增长 明南米都香港股市接近三个月低点 民中欧贸易争端升级 恒申指数下跌1 2%至17590点04点 可能创下自4月25日以来的最低收盘点位 恒申科技指数下跌0.4%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6% 中国商务部表示 下周将举行关于进口白兰地的反倾销听证会 欧盟大使托莱多批评中国在深化关系方面非常困难 并指出乌克兰战争相关行动损害了中国在欧洲的形象 航运公司东方海外国际下跌6 至119.3港元 蒙牛乳液下跌3.1%至13.8港元 东湖集团下跌3.1%至10.8港元 尽管美国劳动力市场疲软 失业率接近三年高点 投资者对美联储9月降息25个基点的预期 从上周的68%上升到71% 投资者将关注中国共产党 即将于7月15日开始的四天币门会议 期待其出台的改革和发展政策能提振中国股市 其他主要亚洲市场普遍走低 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0.1% 澳大利亚SNPF0.1 SX200指数下跌0.4% 韩国KOSTI指数持平 林安尼·多·摩根氏丹利首席策略师 乔纳森·加纳表示 中国股市陷入长期熊市 加纳在2021年1月下调中国股市评级 称市场在经历新冠疫情后需要喘息 事实证明这一预测接近市场赶上 事实证明这一预测接近市场周期的顶峰 中国股市在次月见顶后崩盘 中国内地股票的总市值 比例减少三分之一至8.4万亿美元 低于美国三大公司 Thandia、微软和苹果的总市值 加纳认为香港和中国股市 可能处于长期熊市 因为经济增长疲弱 企业盈利增长乏力 特别是对以美元计价的投资者来说 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胆措施 包括直接干预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 打金外空者和收紧IPO审核 但大多数努力似乎都未能奏效 上证综合指数再次跌破30000心理关口 CSI300指数几乎没有取得正回报 加纳表示市场表现改善的关键在于消费板块 包括电子商务需要实现更好的收入增长 目前他对市场持谨慎态度 BBC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 恩戈奇·奥孔乔一伟阿拉 警告全球贸易面临分裂风险 他表示 全球贸易正经历保护主义抬头 和WTO规则被削弱的局面 这可能导致贸易碎片化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EV 征收高达37.4%的临时关税 美国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两者均指责中国政府对电动汽车行业 进行不公平补贴 拜登总统还提高了一系列中国商品的进口税 包括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 所需的矿物和芯片 与此同时 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 向绿色技术投入数十亿美元 以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 欧盟贸易专员多姆·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欧洲不想关闭电动汽车市场 进行必须公平 去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1.2% WTO预计今年将有所恢复 而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解释称 这些因素根源于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事件 导致各国在贸易和投资决策中 更注重经济和国家安全 WTO研究估计 贸易分裂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损失5%至7% 欧盟和中国将就电动汽车关税问题进行谈判 但中国国家媒体报道称 可能对欧盟商品采取报复措施 包括猪肉白兰地和豪华汽车 南华早报报道道 上海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Stefan的创始人 江大兴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EE1IC上表示 尽管中国在投资和先进芯片方面存在劣势 但他依然相信大规模语言模型的发展规模法则 江大兴曾在微软工作 现领导Stefan公司还提到未来的大规模语言模型参数 将达到数百万亿 尽管规模法则显示 更大的模型和更多的数据能提升性能 但回报递解 科技巨头们在最先进的技术上大肆投资 如安最低野的H100芯片 以追求性能的每一丝提升 OpenEye的GPT系列升级 后科技巨头在超级巨头在超级计算中心的投资 辨证了规模法则的有效性 然而数据的可用性、人力、资源以及投资回报问题 可能会影响规模法则的推进速度 自2022年底拆GPT提出以来 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大规模语言模型 目前国内已有超过200个i模型 Stefan自2023年4月成立以来 专注于开发基础模型 并在W1IC上推出了Step to Step One 5V多模态模型和Step One X图像生成模型 江达星还强调多模态性对构建世界模型至关重要 这些模型能通过处理视觉和其他类型的数据 来开发外部环境的内部表示 Step Fan还运营着消费者产品 读入类似ChatGPT的个人助手 月文和I半旅猫泡泡 后者能模拟特定角色的个性 启零创投的管理合伙人周志峰 在另一场W1IC活动中提到 未来将有更多投资流向I应用 受益于降低的代币成本 日金亚洲报道 印度尼西亚致力于抓住绿色产业的未来机遇 但其成功之路 因工业政策和经济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而变得复杂 美国和欧盟最近对中国电动车出口征收关税 显示出地缘经济碎片化加剧 尤其是在绿色技术领域 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尼西亚 可能会成为这一过程的附带损害 印度尼西亚试图在全球电动车市场上 占据一席之地 但面临重大挑战 尽管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外资有助 印度尼西亚的电动车产业仍需时间发展 中国企业可能会将出口转向印度尼西亚 以避开高关税 这可能会挤压其他汽车制造商 然而生产多样化的需求 也可能促使中国企业在印度尼西亚投资 带来先进技术和业务实践 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 印度尼西亚的成功还取决于 国内政策的稳定性和与外部环境的互动 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抑制创新和抑制创新和风险投资 尽管政府承诺发展电动车产业 但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政府最近修改了政策 延长税收减免和推迟本地内容要求的增加 这加剧了对未来政策变化的担忧 此外印度尼西亚还需应对美国的保护主义 确保其电动车产业不受过度打击 美国对中国太阳能板的关税 已扩展至部分东南亚国家 这使得在印度尼西亚运营的电动车企业 担心为赛新类似待遇 印度尼西亚政府试图通过签署关键矿产协议 来绕过通胀削减法案的本地内容要求 但美国尚未回应 最后印度尼西亚工人缺乏矿物加工和绿色制造领域的技能 这需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来简补这一空白 政策的连续性外交或人力资本投资 将帮助印度尼西亚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 取得成功 尽管挑战重重 但印度尼西亚在电动车领域仍有潜力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5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